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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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批东西很重要 务必马上就起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比前线的战事还重要 对 这批货很重要 比前线的战事还重要 快去 是 当时贵永青还是硬着头皮 从前线调出了一艘平底运输舰 中顶号 不过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到达南京下关码头那天 中顶号却又发生了意外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导致南京城里人心惶惶 很多国民党官兵家属都在四击 撤往台湾或香港 搭乘飞机是不可能的 所以水路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12月21日 中顶号是入南京下关码头的消息 不进而走 中顶号刚一停稳 码头上一群国民党海军家属 就落脑轰轰地涌上到中顶号 不一会儿就把中顶号 给站得满满当当了 这个情况急坏了码头上的一个人 他就是时任国民党教育部 政务次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的 航力五因为中顶号此行的目的 正是要运输航力五的七百多个木箱子 情急之下 航力五只能立即致电贵永青 请求他出面解决 贵永青赶到马桶后 立选海军家属下船 并承诺将派出其他军舰 来接这些海军家属 得到了贵永青的承诺 海军家属们 这才哭哭啼啼地下了船 那么中顶号要运输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货物呢 为什么能让海军总司令如此重视 甚至不惜从关乎国民党 半壁江山的长江防线里 撤出军舰呢 其实这批货物之所以能得到 海军总司令的格外重视 实在是因为他们太过特殊珍贵 当时终顶号一共运作了 七百七十二个大木箱子 这些箱子里装的都是 居士无双的国宝 因为有清筒器 毛宫顶 以前的清筒器都是论字满价 字多的还要单算价格 而毛宫顶上的文字 竟然多达四百九十九个字 是中国名文最长的清筒器 翠玉白菜 由一块一半灰白 一半翠绿的石头 雕刻而成 方针都极高 相传是清朝光绪皇帝的 妃子 锦妃的嫁妆 傅春山居土 被称为中国十大船市名画之一 乾隆发廊彩山水楼阁碗 被称为中国菜紫烧制史上 最美丽的作品 此外还有大量宋元古籍 英雄出土文物等顶级国宝 原本这些文物的绝大多数 都是收藏于北平的故宫博物院 那么这些国宝 此刻为什么会出现在南京呢 这还得从17年前开始说起 1931年9月18日晚上 10点20分左右 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卫队 以巡视铁路为名 在凤天北面 约7.5公里处的 柳条湖南满铁路上 炸毁了一小段铁路 并栽增嫁祸给了中国军队 这就是著名的918事变 紧接着日本关东军以此为借口 汉人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不到半截之间 东北全境一线 之后日军呼视华北 北平天津 岌岌可危 1860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惨通教室 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当然没忘 日本人狼子也行 他们在家务战争期间 就制定了战时侵国宝物搜集法 一旦战会殃及北平 那不供二百多万件 将会冲到圆明园的负责 当时圆明园收藏的文物数量 粗略估计有一百五十万件左右 上至仙秦的青铜礼器 下到唐宋明清的历代奇珍异宝 全部被侵略者掠夺一空 当时抢不走的 更是被侵略者打砸烧毁 故宫的文物数量 其文物价值 都远超越圆明园所藏 一旦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或损毁 将会是我中华文化的灭顶之灾 当时 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担忧 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上百万件文物 将会命运如传 1860一世 英法联军攻占队营 火烧云明园 并巧读文物 致使这座汇聚中国几千年文化制度的世界名园 化为一片废墟 孙师的经济价值 混算成人民币 至少约有20万亿 孙师的文化价值 更是无法估量 当时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一北基 未雨绸缪 他发出请求 一旦战事关机 就将故宫精品 南清深海 一臂扣眼 这个计划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和具有前瞻性的 但是在当时却招致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反对 有不少的北平市民认为 在北平四面楚歌之际 如果牵走文物 恐怕会人心浮动 影响抗战的决心 还有人认为 北平之所以被称为古都 是因为有故宫的文物 一旦文物难迁 那么北平也就名存实亡了 可笑 真是太可笑了 胡适 徐志摩等文化名流 竟然也纷纷发表意见 反对文物难迁 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护故宫文化 真是理想主义 一陪纪院长 最近因为这些反对的声音 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 这些无知的反对声音不且不谈 我最近得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北平政务委员会召开了一个会议 说是要商讨保护故宫文物 接着这个会开着开着呀 变成了开始讨论卖文物的事情 最后这个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 其中第一项竟然是承请拍卖故宫文物 将所得款项用为购买五百架飞机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此事千真万确 我也听说 国民团内有这样的混账官员 混账言论 真是国家的不幸 我装华之不幸 别急 现在院长易裴基 已向张学良发电报 请求终止此事 当时正在南京的故宫院长 易裴基在得知故宫文物 有可能被拍卖的消息 第一时间给北平政务主任 兼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的张学良 发去电报求助 同时易裴基又指示故宫人员 务必争取有关方面的同情 誓死保卫 文物安全 在易裴基 张学良等人 及社会群众的强力反对下 拍卖故宫文物的事情 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 社会上反对文物难迁的声音 却依然强烈 尤其是内政部 谷物陈列所前所长周兆祥 为了反对文物难迁 他发起成立了 北平市民众保护谷物协会 先是通电全国 印发传单 反对文物难迁 后来又煽动工人和民众 到故宫阻挠 甚至给支持和参与文物难迁的 故宫工作人员 打骚扰电话 即恐吓信 不过 以义维基院长为首的故宫职员 并没有被这些恐吓吓到 他们力排众议 依然坚持文物难迁 他们的理由十分充沛 一旦平均地区成为战场 故宫博物院断难保全 文物定有损失的危害 失去土地还有收复的可能 文物一亡就永无复还之忘了 只要文物在 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 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 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 最终文物难迁 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见 要把故宫里上百万件的文物全部难迁 也是无限时的 所以只能优先挑选一部分重要和相对方便运送的文物打包 任何文物它都具有三种价值 第一个就是它的历史价值 第二个是它的神秘价值 第三个就是它的珠宝价值 在这个挑选文物的过程当中 他们当时来讲是有一些偏见 唐宋时期宋元的字画挑选比较多 那么就是关于历史价值方面 他们拿走了很多 关于外交方面的文书 这方面也比较多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把文元阁的四股全数也全部拿走了 战争局势瞬息万变 为了争取时间 故宫博物院全体工作人员都加入到了文物甄选和打包工作 不过文物打包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当时故宫文物专家真实的文物中 包含大量极其珍贵的瓷剂 比如这件乾隆各种幼彩大品 也就是瓷膜 其身上装饰的幼彩多达十七层 是中国古代质子工艺的巅峰之作 被誉为中华瓷膜 2014年 在美国波士顿的亚洲艺术拍门会上 星似用彩片拍出了1.51亿人民币的天降 如此珍贵的文物 如果在文物迁移过程中发生河谱 后果不堪设想 来 小张 先放下手里花 我跟你介绍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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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啊 是琉璃厂大古玩商店的老师傅 我请他过来 教咱们一下瓷器打包的方法 那太好了 老师傅 我们这人有乾隆年间就送进宫 还没开封的景德镇瓷器箱子 我们本来想打开它来看看 研究研究 刚好你们都在 咱研究研究 市长 咱们啊 可以把当时的打包技术 跟现在的结合一下 来 乾隆年间的瓷器装箱工艺 了不得呀 我也得好好学习学习 最终 故宫职员摸索出了一套瓷器打包装箱的方法 统一用三厘米厚的木板 制作了大量长一米 宽高各五十厘米的箱子 打包时 用大量柔软的新棉花包裹瓷器 之后再包一层纸 接着用绳子扎紧放进箱子 箱子的底部和上面 铺上稻草和棉花 压好木盖 用钉子钉牢 最后再在箱子外面包上铁条甲骨 解决了瓷器的包装 新的问题又来了 当时国子监交给故宫戴约 十个唐代出土的石骨 石骨为花钢岩材质 高四十五到六十厘米 直径约六十厘米 每个重约一吨 因为形状看起来像骨 因此被命名为石骨 在每个石骨上面 都用大传早刻有一首四眼诗 是中国迄今发现的 最早的石刻诗文 填补了中国文字眼镜史上 缺失的遗患 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 一段不被后人所知的历史 一字抵万计 被誉为中国镇国之宝 但是这十个石骨送到故宫时 已经严重分化 刻有文字的石皮 已经和骨身分离 敲起来砰砰作响 装运途中 一旦石皮脱落 那么这些石骨 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石骨的打包 让故宫的文物专家 伤透了脑筋 他们反复商量 石研 最终终于找到了 石骨最合适的打包方法 先用沁湿的高粒纸 覆盖在石骨面上 再用棉花轻按 使纸张接近石身 等纸干透后 石皮上的文字 也就紧紧地贴在了骨身上 之后 又给每个石骨包上 两层的棉被 棉被外 又用马打成辫子 缠紧棉被 接着再把打包好的石骨 放入厚木板 做成的大箱子里 又用稻草 把箱子的空隙 塞得严严实实 最后在箱子外面 包上铁皮条 钉牢封死 十个石骨 前后打包装箱 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由于故宫 文物数量庞大 又要层层严密包装 南千文物的整体 甄悬大包 用了大半年时间 才总算完成 1933年 战争局势 进一波化 1月3日 伤害关陆陷 后火直逼被变捕 文物南千 已经迫赛雷结 在故宫院长的催促下 文物南千 正式启动 1933年 2月6日清晨 两列全副武装的火车 运载着故宫第一批文物 其故宫的吴银 纳智良等人 告别委员 踏上了条条南千之路 四天后的清早 第一批故宫们 终于安全抵达了 南京普口火车站 正当吴银他们 准备卸载文物 前往上海时 却突然得到通知 让他们原地待命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么多文物在火车站过夜 这出路问题谁负责 这不是男人命开玩笑吗 是啊 这些文物价值连城 这火车站又人流混在 万一出点什么事 怎么跟国家交代 怎么跟将来的子孙交代 这样 我马上去南京军中处 向他们借掉五百名卫兵 来保卫文物专利 这也办法好 但是 我们能调动他呢 是啊 咱们调动不了 这些文物还调动不了吗 有了五百卫兵的保护 吴银等人总算安下心来 他们以为最多等个三五日 车上的文物就能迁往上海 但是谁也没想到 国宝竞然在蒲口火车站 滞留了近一个月时间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本栏目由 关爱儿童的比质高药业 独家冠名播出 有了五百卫兵的保护 吴银等人总算安下心来 他们以为最多等个三五日 车上的文物就能迁往上海 但是谁也没想到 国宝竞然在蒲口火车站 滞留了近一个月时间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都已经快一个月了 怎么还让咱们在这儿等啊 这申报上说文物专利滞留扑口 是因为在上海没找到 适合的收藏文物地点 这简直是荒唐 确切消息 咱们之所以去不了上海 根本不是因为找不到地方 而是因为国民党高层中 有人反对文物南千 有人想把它前往西安 什么人 国民党元老 张静 一直以来 反复主张把文物前往西安 我们刚出北平 他又趁着宋子文 去往上海的集会 鼓动了很多国民党领导 通过了文物分前西安的计划 现在他们一直在争执 所以导致我们 一直停止在这儿 这都什么时候 国民党高层还在不停的内容 最终张继的计划被宋子文终止了 1933年5月23日 来自北平的一万九千四百九十二箱 又七十二包八件南千文物 除了一小部分放在南京外 其余全部迁到了上海法租界 1936年南京朝天宫文物保存库建成 南千的文物才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保存地 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日本就发动了全面清华战争 不久 北平沦陷 日军进攻上海 刚刚到了南京的文物 不得不缤纷三路 向当时相对安全的西南后方紧急撤退 1937年1月 故宫的纳志良 带着第一批八十箱文物前往长沙 准备运到湖南大学图书馆长期投放 但是他们刚刚到达 长沙护车站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护送人员只好再次转移 在他们离开长沙护九 湖南大学就遭到了日军轰炸 被夷为平地 之后护送人员带着文物 相继向西南转移 最后把文物藏进贵州安顺的华野洞里 一放96年 直到1944年 日军进攻贵州 这批文物又转移到了四川八县村坊 第二批文物 一共9331项 由时任中英更款董事会的总干事杭利伍 总负责签运 也是走的税务 准备迁往重击 1937年12月8日 杭利伍运送最后一批文物 离开南京 四天后日军就攻占南京 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由于时局混乱 交通阻碍 第二批文物直到半年后 才全部抵达重庆 当时来的道路是非常艰辛的 其中有一次过河的时候 当时运送的最重要的文物 这就是石骨 这石骨就被翻出来 翻了以后还掉到河里 掉到水里 但是由于打包得非常的严谨 我们知道刚开始用高粒子 把它护上 然后呢又用棉被 然后又加好 然后又放箱 放箱的外面还要包装 所以说呢 由于包装非常好 所以说没有造成损失 1939年春 日军开始轰炸出气 文物物斗前倒 四川乐山 安古乡的一座寺庙 即一六家慈堂里 当时从乐山到安古乡 要经过敏江 其中有一段路 要逆流而行 只能靠倩夫把牧船拉到安古 有一次船行到半路 倩绳突然断了 满载着文物的牧船 立刻顺着狂蟹的大渡河 飞飘而下 一旦牧船冲进敏江 撞到乐山大佛脚下 必定船毁 保损人亡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 牧船突然溺着水流 横路过来 最后竟然稳稳地 搁浅在了附近的沙滩上 天用中华 人传国宝都毫发无损 第三批文物 由故宫的吴玉璋等人 负责押运 1937年11月下旬 七千多箱文物 在南京下关 分装三列五出 准备前往宝基 但是刚刚到达宝基 没几天 通关军事告急 所有文物只能立即 千到一百七十公里外的汉中 由于宝基和汉中不同火车 所以文物只能搭乘 军用卡车 走公路 分域海拔三千多米的勤连 一路上 扑斗弯多 木框非常长 稍不留审 就会出事 1938年2月28日 汉汉中运送第四批文物的八辆车 遭遇大雪 由于积雪太厚 司机看不清道路 汽车开得摇摇摇摇摇摇 不是碰到积雪下的石头 就是陷入坑亡 考虑到文物的安全 押送人员不敢继续冒险开车 于是车队被迫停靠在了一个小村庄边上 想等雪停后再继续行驶 没想到的是雪越下越大 车队被困住了 押运人员饥寒交迫 北路文物押运负责人 纳智良得到消息后 立即派了两名职员 买了大批食物 由一名年轻司机冒险开车送上去 在运送食物品中 这辆车好几副滑向雪崖兵 幸亏司机驾驶技术车去 沉住一杯 最后安全到达目的地时 司机也是满头大汗 连免衣都被汗水湿透了 但是千辛万苦到达汗中 仅仅一个多月后 日军又开始轰炸汗中 文物只能再次转移 最终第三批文物从汉中 京成都最后存放在了 四川俄美县 一放就是七年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全面胜利 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安排下 存放在四川各地的文物 开始起运回南京 回南京的一路上 虽然没有了日军的温暖 但是回程路上 依然是先向还生 在返回南京的途中 其中有一段下火 当时中有十五的汽车司机 一的小火把油门关了 任由汽车随着惯性往下冲 谁知道在一个拐弯处 有一辆汽车突然从对面开了过来 这是司机下意识地把方向盘一转 碰上了伸头 于是司机又赶紧往反方向转方向盘 结果汽车直接分入了深涯 掉入了山间 万幸的是 司机在车掉入悬崖前就跳了出来 没有受伤 而珍贵的尸骨 由于本身很重 因此放在汽车上时 没有用绳索固定 当汽车翻下悬崖时 石骨已经先一步掉到了公路地上 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假如当时把石骨和汽车捆绑在一起 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7年12月8日 在外漂泊了十几年的 一万九千多箱文物 再次回到了南京朝天宫库房 几个月后 鉴于文武即将返回北平 故宫南京分院 特地在朝天宫举办了环京文物特展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特展 吸引了无数人前去参观 雷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前来观看 他们在四五五大方顶前停留了很久 并且拍照有念 直到秘书催了几次 才缓缓地离开 但是让参展观众 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眼前这些近在咫尺的西式珍宝 却即将远隔天涯 本栏目由 关爱儿童的笔纸膏药页 独家冠名播出 关爱儿童的笔纸膏药页 提醒您精彩继续 按照原本计划 特展结束后 所有南京文物就要运回北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淮海战役爆发 之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航领看到这个情况后 非常担心存放在朝天宫等 那宜文东兴文物 文物向西南后方迁移时 杭力武被任命为总负责人 跟随文物迁移的十年里 杭力武与文物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杭力武担心 一旦南京成为战场 那么这些文物就有可能被战火误伤 所以他想到了再次迁移文物 1948年11月10日 也就是淮海战役打响后的第四天 南京全城建业 归于南京市古楼区的移除官邸里 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秘密论 最终 杭力武全群负责万五千亿到台湾的事情 并拿到了两万八千元金元券 作为一千元费用 国民党的金元券始发于1948年8月19日 初中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 我手里拿的就是当时发行的金元券 面额为十万 但是发行后不久 物价就上涨了至少十倍 半年后 一旦大米就要四亿多金元券 所以杭力武手里 这两万八千元金元券 实际上等同废止 杭力武想到了自己去筹款 最终 在蒋介石的介入下 把育出文武的任务 交给了国民党海军司令贵友卿 1948年12月22日清晨 国民党海军中顶号 满载着772箱文武 离开了南京下关马托 中顶号是由一艘登陆舰 该装的平底船 在长江等内陆河流 行驶比较平稳 可一旦航行到了海上 就容易摇晃 结果 中顶号航行到海上不久 就遭遇偶遇的天气 船在风中摇晃得更加厉害 当时护送文物的一共有九个人 其中 就有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庄严夫妇 据庄园的小儿子庄灵回忆 船上很多人都阴船 吐了又吐 当时海军司令贵永卿的爱犬 也在船上 晕得又吐又叫 海浪声和狗叫声此起彼伏 凄凉惊恐的情绪 弥漫在所有人的心间 四天后 一直在海上颠簸的中顶号 抵达了台湾基隆港 第一批文物被运走的十几天后 航力武就启动了第二批文物 千台计划 但是这个时候海军司令贵永卿 再也派不出一所军舰了 于是航力武只得向招商局租用海护号 1949年1月6日 故宫的纳智梁 吴玉璋 梁廷伟等人 押运第二批文物 离开了南京下关码头 这批文物一共有3502箱 其中包含了世界上唯一一件 不开聘的如摇无闻水仙盆 宋高宗最珍爱的凤华纸垂屏 以及定摇婴儿枕等国宝精品 不过在这批文物里 最著名的还要数原本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 四库全出 全套共三万多次 是当时七部四国绝书中 修缮最为完整 制作最为精良的一部 当时在南京 还有一件被称为正国之宝的青铜器 并没有被带走 这就是江介石父子最珠爱的 私母物大方顶 之所以没有带走私母物大方顶 主要是因为私母物大方顶 重达八百三十二点八四公斤 如果带到船上 很容易就把甲板压垮 后来有人拿这件事情讽刺蒋介石 说他就是把这顶给搬走了也没用 国家政权的法统 在德不在顶 第二批文物被运走后不久 徐州 邦布 天津等相继解放 北平也被解放军包围 迫于舆论压力 蒋介石宣布下野 表面看起来 下野后的蒋介石 在浙江奉化老家祭祖修养 实际上 却依然暗中掌控着国民党的大权 他一面部署儿子蒋经国 往台湾运送各种物资和黄金 一面又下令加速国宝侵害 1949年1月中旬 第三批侵害的两千箱文物 带着党与不顾 露天堆在了南京下关码头 已经很多天了 由于一直联系不到船只 航力无奈之下 只好再次求助国民党海军总司令 贵永青 但是一直到1月28日 农历除夕这天下午 贵永青派出的昆仑号军舰 才缓缓失禁了下关码头 此时平津战役 淮海战役都已经结束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国民党官员纷纷设法逃往台湾 当得知昆仑号即将前往台湾这个消息后 一群海军军官和家属蜂拥到船上 昆仑号上两个船舱 很快就被占领了一个 航力武只好又一次请来贵永青帮忙劝说 但是这一次 海军家属们死活都不肯下船了 面对苦苦哀求的海军家属贵永青心软了 只得同意他们上船 事已至此 杭力武也只能催促工人赶紧装船 但是没想到下关码头的工人 因为过年都不愿意继续干活了 经过反复谈判 杭力武答应增发过年奖金 工人们这才开始动手 由于昆仑号一个船舱备战 贵永青下令 打开所有官兵的卧室和舱房 但是即便这样 已只装下了1244箱文物 就已经严重超赛了 正当附近长楚零峰准备下令起航时 杭力武又派人送来了四个大箱子 说无论如何 也得把这四个箱子带走 原来 这四个箱子是抗战胜利后 从日本追讨回来的第一品文物 里面装的是当年汪精卫 送给日本拼红的碧玉品封 白玉花瓶等 最终昆仑号一共装载了1248箱文物 其中就包括中国最早的书法作品 被乾隆皇帝视为新式瑰宝的 王羲之的快雪石琴铁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纸膏药页 独家冠名播出 家事马上回来 家事精彩继续 1949年1月29日 昆仑号开始启航前往台湾 但是一到大海上 昆仑号就毛病频出 只能靠岸修理 一修就是七天 就这样 昆仑号一路走走停停 原本只要三天的路程 走了整整二十多天 二月二十二日 昆仑号才终于抵达台湾基隆 至此 航力武在短短六十四天时间里 总共运走了五千五百二十二箱国宝 到了1949年12月9日 在成都的新京机场 国民党最后一批政府要员 将从此前往台湾 其中有航力武及延西山 当时一帮人等候在机场 唯独延西山表现奇怪 他坐在他携带的一行李箱上 另一口行李箱放在手边 精神恍惚 身体微摇 航力武发现延西山这个反常情况 当时他还以为延西山因为从此离开大陆 心情恍惚 但是旁边的人却悄悄告知他 延西山是担心他携带的那个行李箱 原来行李箱装的是黄金 延西山担心飞机小 坐飞机的人又多 飞机已超载 自己这箱黄金带上飞机 会不会导致飞机失事 影响自己的生命安全 但这个时候 机场内突然驶入了一辆汽车 原来是张大钦 搭乘西南军政长官 公署长官组车 冲进机场 只见车位停稳 张大钦便跳下车 静止走到杭立武面前说 他带来了78副 敦煌林某壁画 需要撤离 杭立武知道 飞机确实在不下这么重的宝物了 有人建议 除非你说服阎西山丢下黄金 杭立武一时犯了难 张大钦的这些画价值连城 丝毫不低于文物 但是对于阎西山来说 放弃黄金 那更加不可能 有人提议 让阎西山扔掉黄金 运输敦煌林某壁画 到了台湾 再有蒋介石 不给他相同数量的黄金 但是这个建议也行不通 阎西山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为人 要他现在丢下黄金 比要他的命还难 此时 杭立武做了一个决定 他转身从飞机上 拿下自己的三件行李 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 我全部的积雪 现在我把他丢下来 运你的画去台湾 但我有一个条件 这些画你要捐出来 张大钦满口答应 杭立武又说 口说无凭 你要立个字去 张大钦便摸出一张名片 在名片上写下了 今后将画捐出去的凭证 不过杭立武到了台湾后 清点张大钦的七十八幅画 却发现六十二幅 是敦煌林某壁画 其余十六幅 是张大钦的私人修藏的古画 他最后是捐赠给台湾古墓园 他说的那个捐 主要是他在 敦煌林某的那篇画 还有一些他自己创作的画 就是他身上带了两件 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十七宝剧当中 注录的两件重要的字画 这两件字画是抗战以后 他购买到的 一个叫做韩西赛燕图 一个叫肖香图 这两幅画在中国 绘画史上的地位非常之高 那到台湾去以后呢 他的画呢 卖的并不太好 然后呢 他的太太又生病了 他想到的事情呢 就是要把这两幅画 卖了 然后呢 来解决他的经济问题 这两幅画呢 当时卖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位就是谢志柳 谢志柳先生的后面 实际上是新中国整合 现在这两幅画 已经回到了顾不作为 就在张大钦等人 到达台北次日 江介石的专机中美号 从成都凤凰山起飞 他坐在飞机上 一眼无发 机长依福恩说 这是蒋介石从政生涯中 最心酸的一刻 蒋介石有既日记的习惯 但这一天却空缺 直到12月16日 才有一条上星期反省路 幸如今 北京故宫博物院拥有藏品 150多万件 明清建筑8000多件 1987年 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台北故宫博物院 馆藏文物65万件 其中92%的文物 来自于当年的北平 原本为了躲避日本侵略 而进行的文物栏迁 最终演变成了古堡 藏于海峡两岸 多加不完的格局 不过 分散的虽然是一种遗憾 但中华文化的新火相传 从来不会因为海峡的阻隔 而停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